东北地大物博 在东北的中心位置 就是吉林的省会长春 长春的名字听上去就很美 这里也被称为北方的春城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琪子 我们环东北的旅行来到了吉林长春 长春是东北的老工业基地上的重要一环 在八九十年前吧 长春可以说是我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下面呢 咱们就一块去看一看 如今的长春发展成了什么样 长春这个名字和乾隆有着密切的关系 乾隆每年的夏天都会到长白山祭祀自己的祖先 当他路过如今的长春时 会感觉到这里气候宜人非常凉爽 忍不住脱口而出 长白山下春常在 一通河畔人人爱 乾隆皇帝的作诗水平虽然不算高 但还是非常直白易懂呢 从这以后呢 也就有了长春这个名字 长春的辉煌也带着一段浓郁的历史色彩 说起来也是值得我们铭记的一段屈辱的历史 在1931年以后 日本人占领了东北广袤的土地 因为日本本土处于地震带 他们就想在东北选一处作为首都来建设 占据了长春的日本人 盘算了一下东北的几个大城市 哈尔滨俄国势力深入已久 沈阳是奉系军阀的老巢 于是处在东北几何中心的长春 就成了他们的最佳选择 从此他们就开始了集中力量建设长春 因为日本人的决定 所以也使长春成为了曾经亚洲唯一一个 比东京还要先进的城市 也是中国唯一一个全由外国专家规划设计的城市 还是中国唯一一个仿照外国首都建造的城市 当年的长春是亚洲第一个全面普及抽水马桶的城市 是亚洲第一个全面普及管道煤气的城市 也是中国境内第一个规划地铁的城市 1938年开始 在长春规划了120公里的环城地铁和油轨电车道路 还有环城高速公路 主要街道的照明和电讯线路采用地下管线 是亚洲第一个实现主干道电线入地的城市 到1944年 日本人战败前夕 长春的人口已经超过了120多万 市区面积超过了80平方千米 绿化率超过80% 建成道路3700千米 它的规模和日本首都东京相比 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亚洲第一大都市 虽然长春曾如此辉煌 但也深深地被烙上了殖民的色彩 到了解放以后 1953年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诞生 直到今日 依旧是长春的支柱产业 1955年 迁回长春七年的东北电影厂 改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 先后拍摄了故事片900多部 其中五朵金花 上甘岭 刘三姐 白毛女 等等都是非常优秀的影片 他们都是在长影完成拍摄的 新日辉煌的长春也经历了阵痛 人才的流失 经济的迟滞发展 不过如今的长春又焕然一新 迎来了新的机遇 先说旅游 长春的旅游收入和旅游景点是东北最多的 维基景区有四个 还有150多处公园园林 成立于2002年的中车常客 以累计生产铁路客车28000多辆 全国11个开通乘轨交通的城市中 有9个城市使用的车辆都是出自中车常客 从和谐迈向复兴 一直走出了国门 为国争光 长春的经济占到了吉林全省的一半以上 是当之无愧的东北一座大城市